这几天刚被薛之仙与前期高磊心复合的消息填到了 两人的纷纷和和让很多人相信了爱情 突然网红模特李玉彤在微博发长文 揭秘了他和薛之仙高磊心三人不为人知的故事 他在微博爆料称自己与薛之仙本来只是合作伙伴的关系 薛之仙和高磊心当时是男女朋友 高磊心借着怀孕为理由跟薛之仙结婚了 后来高磊心说自己流产了 薛之仙认为自己被骗了要求离婚 然高磊心提出一千万的分手费 之后李玉彤跟薛之仙走到了一起 并一起负担了这一千万 万万没想到拿到一千万后 高磊心又以患病为理由再次索要一千万巨资 薛之仙再次准备给钱 李玉彤不同意 两人产生了矛盾随后分手 事情爆出后网友也分成了两派 一部分网友力挺薛之仙 认为李玉彤只是想借薛之仙炒作 另一部分则指责薛之仙是渣男 爆料者李玉彤的微博实名认证是 前悠悠主赖品牌主力人 悠悠主赖确实是薛之仙创立的女装品牌 两人是曾经的合作伙伴 应该不假 至于她与薛之仙高磊心的感情纠葛 那就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李玉彤经营淘宝店的能力很强 她早前自己开淘宝店的时候 生意就特别好 是秒杀店 后来才和薛之仙合伙开店 两个人的店是在12年6月份开张的 当时李玉彤作为模特以及设计师的身份出现 于是就有了上面几张照片 两个人看起来确实还蛮亲密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合作伙伴的关系 所以如果按照李玉彤的逻辑 其实两个人还是在薛之仙取高磊心之前就开始了 然李玉彤在下午5点更新完一条微博之后 就没再发什么故事 那么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他在等薛之仙联络他 想再挽回一下 另外一种可能是就如同网友所说 他只是单纯的蹭下热度 根本就没什么故事 当然现在还并不着急拽下结论 静观其变吧 明镜需要您的概念